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秋两季有明确的日期来调整时差 但各国对于这种方式意见分歧 支持现行体制的人认为 日光节约时间能节省能源 让民众在夏天能早一个小时工作 并且避免人们必须在冬季 昏暖的夜间出门而发生交通事故 但批评者却指出 这种制度反而会造成长期的健康影响 欧盟绿党议员就引用科学研究表示 在时令交替时 人们会因为时差造成睡眠问题 在过于疲劳的情况下 反而工作效率不佳 也产生更多的交通事故 芬兰上个月就以7万连署的请愿书 提议取消日光节约时间 因为对高维度的国家来说 太阳整个夏天都不会下落 整个冬天也不会有日出 定下这种制度只是浪费时间跟精力而已 事实上2014年时 俄罗斯就取消了永久下令时间 因为俄国的冬季黑夜非常长 这个制度造成国民长期处在高压环境 而产生健康问题 现在不仅土耳其和俄国已经取消 美国部分的州也开始思考 日光节约的必要性 新闻时事报整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